西灵界的三位先王帮了十号多少 最终复活了吗 在上演了一出苦肉计后 十号引出了西灵兽山的全部强者 并将他们全部击杀 报了当年补天阁的灭门之仇 之后肃清西灵兽山的残余人马时 十号身上的万灵图残片突然异动 感应到了最后一块残骨的存在 十号循着感应找了过去 却遭遇了三股先王级别的残念 此时的十号无法料到 这三位先王将在日后 与自己产生很深的交集 由于十号此时实力太过低微 还没有达到尊者层次 这三位先王并未与之交流 在他拿走记载万灵图的残骨时 原本是打算将其彻底抹杀 为此水晶头骨差点咬开了世界宝盒 但在万灵图拼凑完整 释放出特有的气息后 这三位先王又选择了放十号一马 算是帮了他第一个大忙 否则他绝对无法活着走出西灵界 直到十号修炼到顿一境巅峰 带着石村的八百人马 再次来到西灵界时 这三位先王才与他有了第一次交流 他们的身份也就在此时被揭开 从他们与十号的对话上来分析 这三位存在的岁月久得可怕 都是仙谷之前的长生者 所谓的长生祸便是由这群人发起的 因此才会在开始时一直劝说十号 让他和祭坛上的头骨 手骨和眼球融合 由此可以分析出他们生前的实力 绝对都是达到了先王层次的猛灯 他们因为仙谷之前的一场小清算而允过 因为强烈的不甘而留下执念 只拥有生前浅显的记忆 甚至都遗忘了自己的名字和仇敌 十号用自身的潜力 说服他们与自己合作 并由此得到了三位先王的第二份帮助 那便是埋葬在西灵兽界中的尸体 其中不少还有精血肉块残存 从天神到真仙境的都有 不少对十号来说都是血肉保药 对十村的青年们来说更是真修 对他们实力的增长大有必义 除此之外 三位先王还答应帮他练兵 保护在西灵界历练的十村青年们 这才有了日后的十村八百子弟兵 经过几百年力量后 十号终于屹立于人道之巅 为了去界坟处取回万道树 他再次请求三位先王的帮助 最后带着金色手骨上路 并依靠他的力量再界坟中 重创了先王家族的一名真贤 随后十号在九天十地创建天庭 三位先王右助其镇守一处边荒 监视着异域的一举一动 十号初次进入仙域时 三位先王与禁区之主一同保驾护航 用剑灭香和一滴替死的仙王血 让他在敖盛等仙王的狙杀下存活 并帮他引荐了仙域巨头之一的盘王 十号渡仙王劫时 再次遭到敖盛阻击 三位先王与禁区之主 再次为其出头 拼着残身破碎 为他拦下了一击 在盘王的帮助下 才得以维持住执念 支撑到十号城救仙王后归来 仙域的天庭成立后 三位先王依旧在帮十号镇上 在他踏上终极古地 进行最终一战时 仙域也迎来了最终清算 三位先王的残念 如愿见证了这一时刻 并在天庭的保卫战中 彻底消失 与他们而言 可以说是死而无憾 但对十号来说 却是天大的遗憾 因为他再也无法偿还 三位先王的恩情了